观众朋友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二十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关注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在周三晚间召集主要投资银行高管召开虚拟会议 希望试图缓解市场对于政府整顿民营教育行业的担忧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此次紧急安排的会议是由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所主持的 与会者包括来自几家大型国际银行的人士 知情人士说有银行家从会上得到的信息是 整顿教育行业的政策是有针对性的 无意伤害其他行业的公司 而证监会没有立即回复彭博社的置评请求 彭博社消息还特别指出 此次会议是由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主持 而港股周一周二大协超过千点之后 二十八日回升三百八十七点 市场恐慌情绪初步缓解 普遍分析与彭博报道有关整顿教育行业的政策 是有针对性的 无意伤及其他行业公司有关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消息指中国政府计划在香港和澳门实施反外国制裁法 防止港澳地区的外国实体与个人履行对中国的制裁 报道引述之前是消息透露 新的法律将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在六月表决的反外国制裁法 而新华社昨天公布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于下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举行会议 会议将审议增加香港和澳门基本法附件三 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议草案议案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俄消息 俄国国防部长七月二十八日在杜尚别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谈 并首次证实已收到参加在中国举行演习的邀请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邵伊古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参加圣核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期间同魏凤和会晤 并提到两国军队正在恢复过去相互合作的节奏 说今天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期待在中国举行下一次会谈 接受您的邀请参加在中国境内举行的演习 他还表示俄中关系是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优先方向 俄方愿意与中方进一步加强军事军纪合作 保持连演连训军事比赛院校交流等良好合作势头 魏凤和在会谈中提到应对阿富汗和中亚局势变化 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 并强调要坚决捍卫中俄两国的核心利益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巴基斯坦又发生针对中国人的武装袭击事件 法新社引述警方表示 在七月二十八日在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发生武装袭击 至少有一位中国公民受伤 当时两位骑摩托车的枪手向一辆载有当地工厂两位中国工人的汽车开枪 其中有一人手臂受伤 而就在袭击两周前 有至少九位中国人在一起针对中国人袭击中丧生 当时有一辆载有中国工程师测量员和维修人员的巴士遭到袭击 当时这些中国人在该国西北部建造达苏水坝 中国官媒最近报道则谴责维吾尔族武装分子或巴基斯坦塔利班是袭击的幕后黑手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南京疫情重现有关的消息 中纪委网站在七月二十八日发表题为防疫漏洞尽快补的评论文章 其中直接言明南京路口机场存在监管缺位管理不专业问题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没有落细落实 如果南京路口机场能够及时认真落实举措 又何以在疫情防控中轻易失手 引起外界关注 自从北京时间七月二十日晚发出有关于路口机场检出严性病例的举报之后 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多条通告 官方七月二十一日发布一号通告明确写道 需要黎明者持四十八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而根据目前已公布的南京新冠阳性患者活动轨迹显示 过去两周内至少十七位患者曾去医院社区服务中心 或者是私人诊所就诊培诊探视或因故停留 至少有八位感染者是因本人身体不适前往就诊 基层医疗结构却未能在第一时间识别出发热病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银行业的有关消息 根据中国媒体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七月二十八日消息 从银行业内人士获悉中国招商银行近日对多项个人贵金属业务进行调整 叫停了个人外汇期权业务 此外有多家银行在押退账户外汇和黄金产品 消息引述业内人士指出 信号可以理解为以后商业银行将不对个人开放交易类业务 未来有交易需求的客户需去一期货公司进行有关外汇交易 报道还表示受到原油宝事件影响二零二一年以来多家银行对贵金属业务已经进行了收紧 也有部分银行直接暂停办理代理贵金属现货石盘类开户 从银行公告和市场分析来看 原因也说贵金属外汇市场风险太高 风险可能导致散户亏损与银行角色定位有所背离等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美联储最新消息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两点美联储FMC将公布利率决策以及政策声明 根据来自中国财经通讯社财联社报道 经历了偏鹰派的六月决议之后 对于七月的这一次决议机构大多预计美联储在利率政策和购债规模上或采取按兵不动的做法 总体保持语气中性 有关于未来收紧货币政策的强力信息 美联储可能会在八月的杰克逊霍尔年会或者是九月的下次MOFC会议上放出有关信号 如果美联储在本次会议上显示任何暗示缩减购债的信号都将推高美元和美债收益率 对于美股可能会造成打击 瑞银则预计美联储本周不会释放重大讯息 鲍威尔七月在国会作证时主要强调距离缩减购债业务还有一定距离 暗示美联储可能会在会议上评估美国经济是否步入缩减购债规模轨道 高盛则预计相较于本次会议 预计美联储可能在下次会议上释放更多讯号 到目前为止高盛表示将重点会关注美联储对通胀前景的评论 花旗方面则预计美联储将基本保持中性 预计美联储可能就缩减购债进行讨论 仍看好整体风险情绪 认为在上周市场快速气冷后仍有继续拨动空间 而三菱东京日联则表示 总体而言会议可能会表露出支持逐步缩减购债规模的观点 同时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出现明显逆转 跌至不符合整体基本面的极端低位 预计未来收益率可能会继续走高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国会政治的有关消息 两位美国参议员提出措施 禁止用三月份批准的一点九万亿美元政府开支来购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原因是担心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引起国家安全问题 另外卢比奥等多位议员致信美国总统拜登 要求针对病毒溯源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特别强调针对武汉实验室的溯源问题不能有所收缩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奥运赛场上的小插曲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在冬奥奥运会场上却出现了很奇怪的一幕 中国羽毛球女双名将陈清晨和贾依凡 对阵韩国选手金照应和孔熙荣 最后以十九比二十一 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四逆转对手 小组赛取得三连胜 但是在比赛中陈清晨抗议对手韩国击球时喊声太大声 抗议卫国就发生反制 他在得分时连续高喊国骂 整场比赛都听得到他骂脏话的声音 有微博网民说这是全世界都听到伟大中国话 也有网友解释说其实他们可能是发音不太准确 想说的是watch out也就是注意的意思 事后陈清晨自己向媒体解释 不好意思让大家误会了 我其实只是对自己一个赢球气势的鼓励 没想到是发音不好误会了 谢谢你们的支持 他说我会调整发音 努力专注好下一次比赛全力以赴 不留遗憾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其他节目